排隊買車票返鄉 春節書運 勞動部同意鬆綁七天休一天的規定 只要經過勞資會議 就可以更改為實修一 也就是司機要連上九天班 太累了 整個的安全 對不對 大概也是太累了 人總是要去休息啊 補充一下人員啦 就怕司機過勞 在新任部長林佳龍道德勸說下 全國49家客運業者 都沒有申請實修一 勞動部也樂見七成 認為既然沒有需求 可以廢除這項規定 連續假期的時間長 屢次又分散 所以很多客運業者 大概就認為說沒有必要 碰到如果說像228 或是清明節連假 類似這樣短天數的 那可能業者還比較有需要 來申請這個實修一 客運工會認為 就算維持七修一 但固有的路線班次不便 司機嚴重人力不足 過勞的狀況還是不會改善 七修一是最基本的一個底線 不想說目前的成功只是 七修一 就變成說它把平時的工作量 都是加到最大 然後在一期間才給你休息一天 那在年節的部分的話 那更不可能去改善這個 目前這個現況 跟駕駛人的金資 然後跟它的工時規劃 那我覺得這才是交通不要 要所做的一件事情 春節期間為了防止過勞 公路總局也會加強查核駕駛工時 就盼民眾能夠安全回家 東四財經新聞 與時努無可聰 台北報導 請不休息一步 說到最大 小東四財經 工路總局也會加盧 公路總局也會余承 公路總局也會先 送到最大 公路總局也會 可以